不只泡面怕软掉 男人也怕那软啪啪 高雄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 他真的有够菜 日前刚泡好一碗热乎乎的泡面 女友忽然想爱爱 男子努力配合满足女友 没想到完事后准备好好吃泡面时 女友居然说了一句 面还很硬 严重刺伤他的自尊心 不止如此 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 很浪漫的时候 女朋友碰他一下 先见他的小手 他有可能就是 东西就会射出来 因此而困扰不已 于是男子决定求助就医 医生拿出神秘法宝 目前国内出现一个早卸的喷剂 目前国内出现一个早卸的喷剂 第一次上市的早卸喷剂 不同的药物的形式 他的用法就是说 喷在龟头上面 上方还有两侧的地方 靠近膝带的地方各喷一下 所以一直三下搞定早卸的问题 喷完之后可以形成一个薄膜 然后那个薄膜 并不会说因为这样子 就会影响到对方 利用喷剂减缓敏感度 延长心爱时间之外 医生还开口服药 强化他控制射精能力 双管齐下后 他终于不再软趴趴早卸了 虽然说一分钟来讲 对一般人来讲 都觉得不太够 但是对他来讲 他已经非常开心 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办法 那个真正在医他那里有进去 园林基督教医院 米尿外科正波 最实事主任陈昭安表示 早卸可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 先天性早卸的特色是 从第一次性行为开始就早卸 八成的病人射精时间 介于30到60秒 两成见于一到两分钟 后天性则多半是受到 生理或是心理影响 可透过药物治疗改善 医生表示 若男性有雄风男性的问题 女伴要鼓励取代嘲笑 必要时陪同就医 大多治疗后都能承证雄风 让床室更加弥漫 地方中心 这下面会泡到湖了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